往后确实一代不如一代 为什么呢 烦恼重 这一代的人比我这一代烦恼重很多 外面的云 诱惑的力量太大 经不起 几个人能在现在这个环境当中不动心 古时候容易 古时候社会淳朴 没有这么多花桥 现代的社会 把伦理丢掉了 不要了 道德不要了 英国不要了 神圣的教育统统加上迷信的帽子 没有人在愿意学习 带给社会动乱 带给地球的灾难 灾难过后 看人能不能回头 如果不回头 可能会有更重的灾难在后面 现前在这个时代 觉悟的人 回头的人 很少很少 真的是 真的是所谓 古人用 凤毛 邻居来形容 这话一点都不错 回不了头 这些明文立养 气情无欲 放不下了 不是那么简单的 所以 我们学习 我们弘法 劝别人 不靠三宝加持 决定走到 自己在经典上 要下功夫 我们有一分功夫 佛加持一分 有十分的功夫 佛就加持十分 佛菩萨加持 是与自己 成相对比例的 我们是一定假意的 虚情假意 那完全加不上 这是求加持的一个道理 谢谢大家